就像我今天標題打的 它不只是可以讓我專心啊 而且它可以讓我的肩頸不再酸痛 因為有時候五分鐘一到 你會強迫自己起身休息 哈囉 我是阿斌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覺得我使用過後 非常非常喜歡的專心的工具 就很多人就跟我講說 欸 怎麼辦 他都沒有辦法專心 其實我懂啦 因為有時候 你想要專心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手機響了 你可能想說 那回一下訊息好了 就揮著揮著 欸 又看到一個什麼東西 又開始刷刷刷 莫名其妙 一兩個小時就這樣過了 好 那首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是番茄鐘 簡單來講 一個小時啊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欸 這個一個小時好像很長 但是浪費起來 又覺得它很短 番茄鐘 它就是把一個小時分成四個等份 每一個鐘就是25分鐘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棒 因為啊 有時候我們坐下來 開始要認真工作的時候 常常有一點就是 欸 想到冰箱可能有什麼東西還沒吃 欸 誰誰誰 我昨天是不是沒有回他訊息 所以很多事情啊 你會發現說 你的時間其實就是這樣 零星零星的浪費掉 那番茄鐘好處是 當你設定25分鐘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啊 你就好好工作 為什麼 因為這段時間其實25分鐘而已 你可以跟自己講說 沒關係 等一下休息5分鐘的時候 我來好好的去拿冰箱的那塊蛋糕 我來好好的回他一下訊息 那我覺得這個原理也是一樣 就是當你把一個複雜的東西 切成小塊的時候 然後再有小塊的一一的把它做好 然後這樣堆堆堆堆堆堆堆 你的東西 你附的東西就會開始完成 為什麼它可以治癒我的肩頸的痠痛 還記得啊 我有做過一支影片啊 就是我的那個姿勢不良 所以也造成我的肩頸非常疼痛 而且還造成筋膜炎 這個番茄鐘也完整的救了我的肩膀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5分鐘一到 你會強迫自己起身休息 停下手邊的工作 你就開始做一些很簡單的 頸部的轉動運動 非常的有用 因為有時候我在剪接的時候啊 我對於剪接是非常入迷的 有時候一剪啊 我可以就是不吃東西不喝東西 然後就莫名其妙過了半天了 可是我維持了一個姿勢 就是這樣子 那大家有沒有聽過 當你維持錯了姿勢的時候啊 你的身體跟肩膀啊 似乎是脫了一個扁蛋 很重很重 那這個番茄鐘啊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 非常有人性化的一個設計啦 當你經歷了四個番茄鐘的時候啊 它就會讓你有一個大休息 那這個大休息就是15分鐘 哇每次這個15分鐘 我就會很期待很開心 我就會覺得說好這15分鐘 我一定要好好的來休息一番 15分鐘很重要沒錯 但是不要賴在床上 它是一個很致命的誘惑 那還有一點分享 就是15分鐘很好用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要做一個很大的工作量的時候 或者是一個很繁瑣的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在15分鐘裡面 你可以去想一下說 剛剛這四個番茄鐘 你有沒有好好的運用 或者是什麼東西卡住 你需要做什麼調整 或者是說你後面還有什麼行程 你可能要在幾個番茄鐘之後 你先暫停這個事情 然後再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你的腦袋一直在轉 一直在轉 而且一直在思考 好那今天分享啊 就是希望你如果跟我一樣 長期需要黏在桌前工作的人 一定要試試看 那如果你有試過的人覺得不錯 或者是有什麼心得 或者是不一樣的體驗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分享到這邊 下次見 Bye